对于美国呀 对这个国家的宏观评价 实际讲的已经太多了 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这种大而无当的话题 各有各的道理 讲的太多了 实际没有什么意思了 让宏观评价都已经变成了垃圾堆 所以我不打算讲什么宏观评价 讲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么大的这种话题 我觉得意思不大 我讲微观的 我讲美国的细致末节 从微小之处看美国 让大家自己去下一个 总体的结论和评价 所以我说 我讲美国的都是闲话 就是真的闲话 只要想起来 我就说几句放在这里 在标题上我就会表明 这是美国闲话 让大家慢慢看 慢慢地品味 记得在几年前吧 那个时候来美国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 看病的时候需要一个翻译 因为我看病的这个病 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病 说不太清楚 有很多特别的专用的 医学的词汇 这是我需要一个翻译的帮忙 在很多人的眼里 美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找到我请来的这个翻译呢 就是属于这种人 在他的眼里呢 美国是高大上的 非常高大上的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 我谈到一个保险的问题 这个保险公司呢 不能不同意 给出这个提供这个保险支出 这个就很麻烦 就有一些药就不能用 实际上在这些 这个药物的问题 使用问题上 并不是由医生说了算的 而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的 我呢就批评了几句 这种美国的这方面的制度 结果呢我刚说完啊 美国的医生 给我看病的医生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表态 翻译啊 跳起来 就指责我说 不应该这样批评美国 所以他这个态度 让我有点意外 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在美国的很多的中国人 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美国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 一个国家 简直就是像上帝塑造的天堂 可问题是 美国真的不是这样 美国不是那样的国家 美国总是有美国的问题 美国也有很多的坏人和坏事 比如说 不遵守交通规则 胡乱超车的人 有啊有的是啊 谁要是说 美国人都是彬彬有礼的人 他完全不了解 美国 对于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 胡乱超车 搞乱交通秩序的人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欢迎他到新泽西 前往纽约去看看 他就可以看到 交通会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开车乱了 叭叭叭叭叭的 有没有呢 有的是 而且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越是美国的大城市 看着CBD啊 好像非常文明繁荣的样子 越是这样的大城市 乱喇叭的人就越多 美国有穷人吗 美国的穷人有的是 有的是穷人 而且这种穷人呢 就是几块钱 憋死拥凶悍的那种类型 就差几块钱 这样的人大有论子 我想美国人给消费都是几块钱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不少人 真的就是需要拿几块钱 在美国有钱就牛逼的那种人 牛逼的不得了的那种人有吗 有的是啊 美国的这种骚包有的是 这种人的话呢 往往比赛 买卖豪宅 买骏马 开游艇 玩跑车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种骚包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这种人有的是 那么美国包养女人的人有吗 也同样有的是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 有钱人 包养这个小三 美国也是同样的 同样是有很多人 有钱人 包养这个女人 有一次我在阿斯文 那是一个富人聚居的一个地方 滑雪上帝 到那地方的话 因为他物价很贵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 这个人呢 非富即贵 我在近日就看到很多这个 有几个年龄很大的人 手里面挽着一个 旁边挽着一个 打扮得非常腰野的年轻女人 穿着高官鞋 扭来扭去的 在街上走 这种人显而易见的 都是属于被包养的 这种包养的这种关系 甚至咒骂上帝的人 在美国也有很多呀 有很多中国人 以为美国人 都是非常信教的 因为也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所以他就认为 美国人很多是信教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年以来 美国信教的总人数 一直是在下降的 而不是在上升的 所以美国的人口当中 信教的人呢 是越来越少的 大家不信仰上帝 更多的人信仰他的自己 所以美国人在很多方面 实际上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越来越商业化了 一切都向前看 总的来说的话呢 要讲美国的坏人坏事啊 那可是太多了 这里从来不是一个美妙的天堂 但这里也不是地狱 他从来不遮掩自己的缺点和毛病 就那样摆在那里 就是那样的一种存在 实际上是一种看着危险 但实际是最没有危险的方式 存在了240年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